这次老外又准备了一些酸,把硫酸倒在了一卷卫生纸上 卫生纸也变成了棕色,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变化了 倒在两个钢丝球上,这一次从上面产生了一些棕红色的烟雾 老外可能觉得这样做实验做下去,说不准什么时候自己就停机了 于是就换成了硫酸,把硫酸倒在一件卫生纸上 与刚才销酸形成了明显的区别 卫生纸颜色也变得越来越深,最后变成了黑色 而且在上面还出现了许多气泡 接下来又把手套给放在了硫酸上 慢慢的白色的手套也变成了棕色 用木棍轻轻搅拌了一下,没想到手套竟然溶解在了里面 这看起来确实有些出乎意料啊 那么如果直接把手放在里面会怎么样呢 这次老外准备了一些纯硫酸 不过这纯硫酸杂质看起来有点多呀 颜色看起来就和酱油一样 在用手开始实验前 老外还是先用其他的物品做了一些测试 毕竟这样自己心里才能有一点数 首先等了一段时间 刚才泡到硫酸里的物品也反映的差不多了 能够看到烤肠的表面已经被腐蚀掉了 但还是把手给伸了进去 然后紧接着就在苏打水里面给涮干净了 大家可不能模仿这种行为呀 我可以明白 我觉得